全球持续受到热浪袭击 中国也不例外 随着暑假拉开帷幕 当地民众倾向选择室内运动 在保持活跃的同时 也避免自己受到热浪袭击而中暑 在这酷热难耐的天气 水上和冰雪运动随之崛起 成了民众的心宠 民气更是在一瞬间急剧上升 中国进入暑假之际 深圳的气温因为受到热浪来 维持在涉事30度以上 对此民众倾向于选择室内运动 在保持活跃的同时 更能确保自己不受热浪影响而中暑 深圳游泳跳水馆就看准了暑假期 游客到来的商机 一连开办了许多游泳和跳水的短期课程 吸引了不少民众和游客前来报名参与 目前参加暑假短期班的学员 大概是800人左右 应该在后面的8月份 还应该有一个小幅度的增长 今年大概比去年的人数 能多了大概40%左右 此外滑雪也成了民众 另一个消暑的热门运动 坐落于观浪湖的卡鲁冰雪世界滑雪场 更是在暑假期间吸引了大批人潮 前来进行滑雪运动 自暑假开始以来滑雪场的访客次数 在每周增加了4倍 而周末的访客量更是上涨了8倍 可见滑雪运动所展现出来的魅力无法抵挡 再加上香港游客的到来 这更进一步推高了现有的访客量 随着这些运动名气直线上升 自然也待望了体育用品销售量 根据深圳体育器材专卖店高层透露 水上运动器材销量和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20% 而防晒护肤品销售量更是在冲浪和划船运动的推注下 也上涨了50% 那目前来说的话 讲板运动和皮划铁运动 都是相对来说入门比较简单 那同时的话也能够受到更多的一些家庭的欢迎 由于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 重庆市多个火车站也开放了127个纳粮区 让民众不受热浪袭击之苦 避难所除了有冷气供应 还附有免费饮用水和药物以防范中毒 铁路员工则是不畏惧热浪 对铁轨和电缆进行保养工作 以避免发生任何突发状况 影响了整个铁路的运作 当地气象局表示 重庆近日的气温一度达到摄氏37度 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持续上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自顽儿的运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